林小姐 你愿意做陆太太吗 真的 有秋葵啊 我的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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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来这个大瓜 我的天 超级 我 放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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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难了 太天哪 愿意 太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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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些什么都太大了 太天哪 太天哪 陆总是把粉丝们当傻子吗 这白纸黑字的不去相信 单凭你三两句话 就让大家相信你们是真爱了 谁说只有三两句话 戒指我都买好了 还能有假吗 一个随手送出的小礼物 就说你们要订婚 陆总可真会编故事 商人都中利 我不会随便拿一个 九十万美金的戒指 开玩笑 是什么 我的手啊 真的啊 我对我 这个人很可爱 我对我 这个人都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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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我 我对我 我是谁 我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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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个灵瓦 盐盐 你声音小一点 周围都是工作人员 我今天脸都丢尽了 还怎么在圈里混啊 喂 您好 我 我马上到 怎么了 节目组开会 他们是不是让我退出节目 盐盐 你别着急 大经纪已经往这边走了 我先去开会 你千万不要在社交平台 发布任何消息 我已经帮你点了杯咖啡 马上就到了 你谁啊 你好不中用啊 你还好意思给我打电话 你跟林婉他们是一伙的吧 故意给我设下全套让我难堪 我警告你 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 你哪位啊 双胞胎互换 情侣作假 这么好的机会你都错过了 你还敢找上门来 你想干嘛 我 我要报警了 我要报警了 我记得你的胸口有颗痣 你明白吗 你别说犯人 Falcon 跟我说犯人 身边 不要过来 我已经报警了 你管闲事 不过六年的时间 就不记得我了 那天晚上 应该很难忘吧 就不记得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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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这件事情真有意思 你知道当时救你的人 就是你一直针对的凌晨吧 陆总 就算你们临时订婚 也并不能证明你们之前没有欺骗粉丝啊 三天后 我们会正式订婚 到时候SW会筛选一些优秀媒体入场提问 同时也会作为一期节目 你们的感觉是怎么发展到这些书的 这对你们意味着什么呀 陆总 哥 你先回去等我 记住不要出门 怎么了 他们回去 然后给我一份钢赛会场所有人的名单 我先叫司机送你回去 哥 哥 那 我们就先走吧 好 陆总 今天所有的媒体和粉丝都是提前确认好的 知道了 先去忙吧 好的 陆总 哥 我都调查过了 录制第一天的时候他既不是以客人身份 也不是以工作人员身份进入酒店的 而且 只有出门记录 不知道他是从哪儿进的 你怎么突然过来了 你不是一向不管商务的吗 因为啊 他另有所图 你怎么突然过来了 你不是一向不管商务的吗 我真的是一个人帮忙 小陆总让我先送二位回去 张平 谁 我的司机啊 完了 哥 你俩现在已经占了六个热搜了 你看看 云露夫妇假戏真做 流言星系传闻被换 云露夫妇求婚 想不到啊 这个陆雪的脑子是真好使 就这么一个赠品戒指 居然能当场编个故事出来 有点东西 你给我慢点啊 这戒指可是重要道具 一回头也弄坏了 这参数是真的 砖石 九十万美金的砖石 你给我摸一下 让我摸一下好吗 求求看看 求求我 真的吧 这是什么 真可憐 哥 人事部核实了 他所有资料都是假的 着急了吧 你要做什么 他还是 一点变化都没有 什么感觉 什么感觉 你要是敢动他 我不会让你活着离开江北 这就急了 别啊 我才刚刚发力 你结了 就不好玩了 对了 不要想着联系我 我的信息都是假的 你找不到 你看你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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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外面有狗子 啊 啊 我突然有点口渴 我得上个厕所了 我头有点痛不带去 帮你休息我了 不对劲 绝对不对劲 陆寻刚刚看你的眼神 八成是小 可是他昨天都完全没兴趣啊 要是他不喜欢你的话 怎么可能会送你那个价值 六百四十来万的戒指 陆寻 喜欢我吗 不一定啊 他还真不一定喜欢你 你刚才上了就给人抱住了 我看小林姐肯定下了 那怎么办 可是我高中告白 他已经拒绝了 万一再拒绝我 我还怎么在这个星球上生活呢 他高中一次向你告白 练习告白 技巧对吧 最继续那时 他对你也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对吧 你们现在看似马上要订婚了 但是表面上都是权宜之计对吧 所以以我看 你完全没有胜算 那你的意思是 要我告白 你傻呀 谁让你去告白了 你现在要做的 是确定他是否真的喜欢你 要是你冲动告白悲剧 这么久的谋话都白费了 你们之后可能连朋友都做不成 那怎么办 你得让他先说出口